走 不好了 后山有人进来了 你带着飞虎赶紧走 乱举的 不要管我 你快走 带着他赶紧走 走 快走 快走啊 跟我走 跟上 快啊 快 快 快点 快 走 妈的 龙斩果然有暗盗 给我搜 是 追 追 追 在那边 追 追 救命 幫他 救命 再跑 说 从哪儿跑出来的 地道在哪儿 不知道 鬼儿子 龙飞虎在哪儿 龙飞虎在哪儿 不知道 掉奖 撤离刀 刀 你放心 只要我龙肚子在 我就会抱拳废虎 抱拳他们荣家 最后的月妹 小兔崽子 想抓老子 没那么容易 陪老子 下去玩吧 不孝子 四郎 告慰父亲 及列祖列宗 在天之灵 大逆龙镇镖福州 罪恶的龙寨 以化为灰烬 但龙肥虎 却从龙寨漏亡 这必是老贼精心谋划 留下日后 向我胡家复仇的宠子 四郎 绝不会让老贼阴谋得逞 在斩草出根之后 再重整宗祠 让我胡家终顶一龙城 废虎 喝水吧啊 谁让你把我弄出来的 谁让你把我弄出来的 废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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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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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胡子 废虎 你再跟着我 我又想打死你 打死我 废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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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打呀 你打高了吗 现在回家就是做死 你知不知道 你爹有生命 维护了咱们龙家的尊严 他用死换了你的生 知不知道 不愧地死 龙家在仇谁猫 你爹也在仇谁猫 你必须活着 你活着胡四郎 就吃我猫就睡不下 他就提起大膽 你必须振作下来 好好活着 我们冤属重来 宰了胡四郎 为咱们龙家报仇 龙飞虎心里知道 要还龙城以太平 重要的是 秉承父亲铲除烟焕的意志 让父亲含笑九泉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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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都给我听好了 龙城县县政府保安队 即日起正式成立 好 不是老子跟你们吹 此次剿灭龙寨 那叫一个凶险 我贾三元是以抛家舍业的英雄气胆 才换回今天的荣耀和地位 兄弟们 应该为我好好的祝贺 以后也多多照顾着 多多捧场 我们被贾队长马首示战 剿灭龙寨 龙飞虎潜入大营 要刺杀胡县长 多亏我贾三元 火眼金金 识破了他的阴谋 保护了县长 龙飞虎是差点得手 弟兄们 龙寨虽灭 龙飞虎再逃 你们要加倍警惕 提防龙飞虎再次刺杀胡县长 是 列长 小友站 跑步走 秦也 以后还要多关照小弟啊 互相帮忙 互相提心 让诸位久等了 恭礼 胡县长 不必拘礼 诸位日后将与本县共事 共同为政府效力 要以新的风扇治理好龙孝山及龙城 造福一方 胡县长英明 我等受教 我等受教 当下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彻底除掉龙震虎余孽 使其不能死灰复燃 胡县长说得对啊 龙寨确实有不少人 通过密道逃出了龙寨 虽然我等已经全力围杀 但是龙飞虎和龙肚肚 还是逃出了我们的包围 不知去向 龙震标老奸俱华 你自身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不惜炸毁龙寨 干扰了我们对龙飞虎的围杀 现在我命令 封锁龙孝山 通往外界的所有要道 缉拿龙飞虎 除恶物尽 是 是 是 胡县长 龙啸山龙城百余家商号 喜为胡县长以大无畏之精神 以雷霆万钧之气概 彻底铲除了 攀踞在龙啸山龙城百余年的 龙寨龙镇标的黑恶势力 百姓文庭喜讯 群情激昂 彻来贺喜 胡县长实乃我们龙啸山龙城头上的一品 青天哪 胡县长青天哪 胡县长青天哪 各位 各位 青天 胡某不敢当 胡某只是政府之公仆 龙城百姓之公仆 胡县长青天哪 胡县长青天哪 胡县长所言谦逊有加 令陆某深表钦佩 如今龙啸山龙城 阴霾已被青天所驱散 龙啸山 龙城的百姓 将要迎来一个安居乐业的新时代 我们大家翘首期盼 期盼这个新时代的来临 已经很久了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 胡县长 对 我们期望您能在龙城 宏图大展 我们所有龙啸山龙城的所有商家 都会以商为本 以发展和振兴龙城龙债的经济为己任 但是我们同时也期望 胡县长您能彻底废除百余年来 龙债龙振镖 强加在我们所有商家头上的 不公平的净率 好让我们所有商家 为繁荣龙城的经济大师拳脚 所谓龙振镖的不公平净率 就是禁烟令 这点胡四郎心知肚明 胡县长 好 父老乡亲们 这龙非虎啊 他放着好好的团长不当 偏要助纣为虐 这 这不 落下了个通匪的罪名 龙振镖可是他爹啊 那又怎么样呢 这龙振镖再厉害 不还是被胡县长搞没了吗 也不是不是 哎呀我看这个龙非虎啊 最终也逃不出胡县长的手掌心 对啊对啊 我看也是 让开让开 龙城的父老乡村 你看清楚通告上这张脸 谁要是提供消息 帮助我们抓到通匪要犯龙肺虎 重赏 重赏 看清楚喽 又是 重赏了 钱不少啊 李兄 受苦了 这张脸 什么意思啊 当初你从这儿把我抓走 现在又把我带到这儿 是准备在这儿送我上路吗 李兄 我当时那是为了保护你 我不抓你 你要是落在龙非虎手里 能有好下场吗 今天我请你来 那就是让咱们兄弟两个 能掏掏心窝子 说说心里话 盛者王侯败者口 我一个接下球 对你还有什么用吗 李兄 我张生发作的 那是顺应民意的事 龙非虎什么事 你比我清楚 龙非虎对你我弟兄 那是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的 他不过就是仗着 他是讲武堂的身份 狂妄跋扈 李兄 他有没有顾及到 你我弟兄升官发财的愿望呢 好 你可以不信 今天我把你交来 是有一个顾虑 要跟你商量商量 这龙非虎在军中 那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可你李兄呢 在军中也是德高望重 如果你李兄肯过来帮我一把 那我张生发 对日后管理新保安团 那肯定是 事半功倍 正如啊 这忙我帮不了你 背叛龙非虎我办不到 你要不把我杀了 要不然 你就放了我得了 我李兄就算惨死街头 也他闹个坦然 来 糊涂 李信你糊涂 不 饿死街头 你堂堂一个保安团的副团长 饿死街头都绑为一个男人 好 李信 你是不怕死 你更不怕被饿死 有我张生巴在 我要是让你死 我也不能让你饿死 我让你痛痛快快的死 来人 来人 上点好东西 来了 李兄啊 等你抽好这口烟 咱们兄弟俩再喝喝酒 行了 出去吧出去吧 放这儿吧 你 你个小猪崽子 你明天 这 走路崽子 没事 崽子 抓住这小猪崽子 快 来 天大当家 七日龙镇标 联盟宣寨 花寨 凤凰寨 形成鼎足之势 使得龙啸山 倒也安定了多年哪 龙啸山龙老乍已被灭 鼎足之势已不复存在了 哦 要保障这样的联盟 只不过要换个领军人 秦大当家 还记得胡母的承诺呢 记得 记得 胡县长 胡县长 让宣某作为新联盟的领军人物 宣某虽然 勉为其难 可是 不得不顺从胡县长您的安排 龙啸山地处三边 自古山寨林立 况且民风强悍 山民是一民一匪 难以管束 如若再失去了 领军人物的联盟 那我这个县长 要想保龙城一方平安 岂不是一腔空怨了吗 宣某愿为胡县长效力 成为胡县长治理龙啸山龙城不二的助手 今天我让你同我一起去花寨 就是为了要说服花贝蛇 跟你重新结盟 以享太平 胡县长 此行难度不小啊 仅凭着花贝蛇和龙振镖几十年的交情 他这个只听龙振镖的 难道能听从我拐脚老七 成为新的领军人物吗 我看未必 让花贝蛇从此不以龙振镖为念 胡某自有手段 除了联盟 我龙城还有更棘手的矛盾呢 胡县长请示下 那天在县政府门口 商人们的行为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不过商人们不是来为您县长祝贺的吗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说他们造势逼宫更确切些 造势逼宫 那领头的不是陆征明吗 他可是龙城商界的领军人物 他们难道有什么所图吗 他们是要重开龙孝山和龙城的鸦片生意 他们图的是鸦片生意 不过胡县长您 绝对不可让鸦片这样的东西 祸害龙城 这是要遗害后代子孙的 有那么严重吗 那宣大当家的以为呢 宣某一切听从胡县长的法令 我先别跑 我死是死人 参与了 我身为幸好 我亲如是什么 你妈狗胡言 决狗犯人 我费龙队何时干过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老龙头 这个混蛋现场如此颠倒黑白 混淆事实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我老汉头跟随你多年 何曾杀过无辜百姓 杀的可都是无恶不作的烟犯子 我龙震镖 一生只被禁烟杀人 还不至于拿个女人 吓唬向我报仇的 龙小山一带 凡是被洗击空的 都是靠祸害老百姓 收敛不予之财的烟犯毒匪 没有谁 比我这个当了几十年龙府管家的更轻 我的规矩是什么 杀过手吧 黄岸表面上看起来平静 实际上 暗流有动 保安屯 你已经滑变了 我所有保安屯弟兄的前程 都是断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 除非 不 托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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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跑 站住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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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你 快 走 快点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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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手 王八蛋 龙副官饶命了 张海手不放过是不是 龙副官饶了我吧 我怎么毙了你 都是张手凡一手指使的 我们也是无奈呀 龙副官 您就看见咱团在保安团 这么多年的份上 饶我一命吧 我上有老 下有巧的 饶了我吧 龙副官 饶了我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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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 什么事儿了 县政府保安团 和现在 现在怀九老齐的债庭 已经逼近了咱们花债 全家命令 全债备战 是 一日 放了 爷子 您看 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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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爷爷 枪死你了 满桃 胡先生 你来得好啊 到省着老朽去找你了 华大郎家的 子孙心切 不谋万分离切 你可要看清楚 满堂少爷 可曾受到半点委屈啊 胡先生 在这的龙霄山 还没有人敢拿我华家的后代 做手脚威胁我花贝蛇呢 你是第一个人 胡某也是迫不得已 只得先小人后君子了 这不 龙霄山刚已安定 我就带着满堂少爷 亲自登门谢罪来了 小满堂 无数出家好不好玩啊 好玩 那你跟爷爷说 让他经常带着你 到胡叔叔家做客好不好 好 爷爷 这个胡叔叔对我可好了 我想让他去咱家做客 胡先生 身手不搭小两人啊 胡说 花再为龙霄山龙城子民 不得不认你这个民国分居现场 不过 不过花债 则有花债的规矩呀 花债认不认这个宣大当家的 这个朋友 则是花债的自由 花大当家 宣寨主 是胡某特意请来拜王爷的 胡先生 你要是诚心拜会我们花债 就请进他人的事 花债自有多亮 你是做不得主的 花大当家的如此不好客 那我们就多不打扰了 但胡某此来的目的 你 花大当家的应该明白吧 要说花某明白不明白 早在你的穷兴会上 你就应该明白花某的态度 花某也无异于你们所谓的结盟 更何况拐脚老七岭般 他算什么东西 花某年事已高 早已退出江湖 只想享受天伦之乐 你好 花大当家的 有满堂 那么可爱的孙子 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满堂 你爹走得走 爷爷是你唯一的亲人了 你要替你爹 好好孝顺爷爷 知道吗 知道了 那你爹是怎么死的吗 你爹是怎么死的吗 我知道 是个那个 叫龙飞虎的人杀的 胡叔叔 你一定要替我爹报仇啊 我孩子 有志气 跟胡叔叔抓到龙飞虎 你一定替你报仇 满堂满堂 倘若不是金堂英年早逝 花大当家的 这不就真的二孙满堂了吗 可惜呀 胡县长 揭蒙的事就免难了 龙飞虎这笔账该怎么算 花某心中有数 那就好 花大当家 快去找爷爷 爷爷 啊 想死爷爷了 花大当家 吴某告辞了 我送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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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小玩意儿 你你你你谁叫孩子你 你告诉我 黄泽为什么要扮你 龙飞虎就是我亲哥呀 我是龙飞虎的亲弟弟 谁弟弟 我是龙飞虎的亲弟弟 哥 我 我 是龙飞虎的正好 我 你 你 我是龙飞虎的 你 我 你们 你是龙飞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宣大当家 蓝凤凰虽是一介女流 但在龙啸山 是一股不可小取的事 获得龙震标 也不会与他结盟的 如果他与政府作对 则对本县治理龙啸山和龙城 终归不是好事 故此与其联盟尤为重要 胡县长说得全对 不过宣某人以为 这个蓝凤凰 只会使我们更加难堪 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啊 我拐脚老七 舍得一声寡 就再陪着胡县长 受点煎熬 谁让我拐脚老七 耗这个联盟领军这口呢 哈 兰宅中 胡县长 民国大县长大驾光临 于情于礼 避寨不敢不赢 但是避寨也是有规矩的 曰文其祥 我蓝凤凰一声碍翘 见不得猥琐 荣孝山的人无人不知 我这凤凰寨呀 有小孩 有老人 有男人 有女人 就是没有残废 让这么个废人 进了我的寨子 我怕别人笑话呀 蓝凤凰 你 你也太放肆了你 沈寨主 既然蓝寨主有此山规 那咱们就客随主编吧 胡县长 请 蓝凤啊 你好大的胆子 匪首龙震标 罪大恶极 你竟然供奉他的灵牌 你是何居心 放肆 蓝寨主不忘顾骄 重情重义 何罪之忧 我倒是敬佩蓝寨主 夹干一谈 朕可谓巾帼英雄 不让徐眉 比一些巧言令色 仙人寡义之徒 不知道强多少倍 出去 蓝带主 庸臣俗辞 让你见笑了 不知胡县长来我蓝凤凰这儿 有什么目的呢 目的他不上 一来拜访 二来 将送给蓝寨主八字真言 顺应潮流 独善其身 胡县长年轻俊朗 说出的话也好听 安定龙孝山 蓝寨主的态度和立场 尤为重要 要说立场 既然我蓝凤凰独善其身 什么狗屁结盟的事免谈 老娘我最瞧不起拐脚老亲那种废人 要说这态度 我蓝凤凰可以向胡县长保证 就凭我在龙孝山的首演 我可以帮你一起缉拿龙飞虎 你再敷衍本县吧 大县长 刚才说话还俊朗朗的 怎么这会儿就变了 你可以到龙孝山去访一访 我蓝凤凰凭日息笑洒脱 做起事来可是认真的 蓝寨主若果真如此身名大义 那可是龙城之幸 政府之幸啊 老爷 您是不是还在为龙在的事心烦呢 老爷 尽管您与老龙头有八败之交 可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 桥归桥 路归路 咱们少爷不能白死啊 你的意思是 让我击杀龙飞虎 是啊 老爷 一命抵一命 都是爹养的儿子 和靠现在的胡四郎 可不是当初的胡四郎了 他能绑架小少爷一次 我担心 爷爷 我想我爹了 我想他了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老爷 现在整个龙孝山 都被胡四郎和保安团团团团地围住了 您说那龙飞虎 会从哪条路上逃出去呢 想当年我和龙真彪走过一条秘境 这条秘境齐险没人敢走 硬是被我和龙真彪给躺了出来 成为了龙潇山通往山外的一条最秘密的途径 我估计划着 龙正彪会嘱咐龙飞虎游这条陷境 掏手龙小然